外贸协会协助厂商布局全球拓展对外贸易 积极拓销海外市场 为台湾厂商争取更多商机 海外推广活动 由市场拓展处 行销专案处 及服务业推广中心等单位一同执行 海外工作计划大体上可以分为 参展团及贸易访问团两大类 另外又再分为专业展团 及综合展团两种 各扮演不同的角色 2009年外贸协会市场拓展处 总计办理65个参展团 及24个贸易访问团 展团遍布全球五大洲 行业别含话 电子 机械 家具 五金 医疗器材 生计 绿能环保 汽车零配件 餐饮 礼品玩具 及生活用品等 服务台商近3000家 创造30亿美元的商机 针对先进国家 市场拓展出的业务执行做法 是筹组参展团与展览期间 吸引买主洽谈生意 必要时与展后延伸行程 至临近重要市场考察 而针对开发中国家 与市场比较小的地区 则以贸易访问团的形式前往 美团出去访问 三到四个商业大臣 运用当地的高级会议室 办理贸易洽谈会 同时搭配市场考察 及败会对口单位 除了争取商机之外 并与当地商工会 建立长远的友谊关系 为了替参展团的成效加持 外贸协会市场拓展处 不仅努力在展场 营造良好的商业气氛 也借由服以台湾精品 及文创产品的推广 提高台湾设计 制造的产品的附加价值 而重要级大型的展览 还会办理台湾之夜 以拉近买卖双方的良好关系 2009年规模最大的海外展团 为南京台湾名品交易会 共有750家台商企业参展 使用1900个套位 创造的商机高达 7億6978万美元 我们参加上海展 可是怎么接到美国 跟菲律宾还有澳门的订单 这是真的 我从一个路边摊能够做到这样 我真的不用做 你们看我什么叫做外销 我很感谢他们 带着我们这样子冲 不然他们在家 我是要去找人家 我们每一次一团出去 四五四家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场面 再加上贸协跟当地的官方 有相当的一个接触 所以报章杂志 各地的记者都可以来帮助你 因为得到很多的客户 而贸易访问团 在一高层领航 所率领的2009年 南亚投资级贸易访问团 成效最大 62家团员 共争取到 1亿4596万美元的交易机会 外贸协会也朝向在海外 办理台湾产品各展的方式来发展 目前这一类型的展览 已经有台湾名品交易会 印度工业展 泰国电子展等 未来外贸协会也有计划地 将这一类的展团 逐步地扩大 并在活动中加入记者会 产品发表会等 让台湾的产品 有更多的曝光机会 争取更大的商机 未来的电子展